这两天可能舆论会比较重视的就是隔离电器 隔离电器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有跟踪 但是其实是希望它搞得好一点 就是像苏海出这么一个国企 打到行业第一是挺不容易的 是一个地方国企 按理说是一个杂牌企业 这样一路的做到行业第一 确实是有过它非常辉煌的一个历史 你去看它的财务报表 也可以看到它在前些年的时候 搭着房地产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机会 它也搭得非常好 因为很典型 空调这东西对中国人来讲 早期就算是私质品了 是私质品了 用电散就不错了 用空调就很失质了 如果冷暖空调用上的话 那就非常失质了 对不对 但是它确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发展起来成为行业龙头巨头 而且财务报表做得很漂亮 几乎没什么负载 然后纯利润率都非常的高 这是它曾经有过的一个辉煌历史 那在A股上面也给投资者创造了非常不错的回报 格力尔美币都曾经在这个应该是在2010年以后吧 才展示了他们真正的成长 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 非常典型就是房地产周期 第二一个呢就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还有呢就是竞争子 包括海外的像相资本的这些呢全面退出 这样呢就给了他一个发展的机会 这里头有人的努力 但这里头呢也有时代的悲情 就是这样 所以人是不能够自大道 觉得他掌握了这个时代的命迈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过去几年里头呢 我们看到 珠海国资呢是有计划的撤退 我觉得这个撤退呢还是恰当的一个动作 因为这个企业呢 首先他成熟了 首先呢 其实呢 他是这个充分竞争领域里头的这个企业 国资呢并没有必要的在里头控制他 第三一个呢 我们也看得见控制不住 对吧 你这个社会大陆都没有什么话语权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找个好家跟卖掉 我觉得珠海呢 在这个选择上面的是对的 就是撤出卖掉四百多个亿啊 还是不小的一笔资金 然后企业呢还留在珠海吧 还是大头呢还在哪儿啊 然后引入了像高零这些啊 也有一定的想象力啊 就是那个操作 我们总体是正面评价 那么后面的运作呢 我觉得是不太理想的 不太理想的地方呢 就是没有意识到行业这个格局呢 正在发生变化 那行业竞争之啊 已经呢悄然逼近 甚至呢是局部超越 那这里头呢像包括美的啊 包括像海尔啊 也包括呢像小米这种跨界进来的 还有一些规模更小一点啊 名气呢没那么大的 总之呢大家在瓜分这个市场 那在瓜分这个市场 那你这个毛利率高啊 从财报来看的是很厉害 从市场竞争格局来讲 其实是埋下祸根的 就是你赚太多钱了啊 能赚大钱是护城河 对吧 但是呢赚太多钱 这护城河就有问题了 人家拼死都会打进来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双刃剑 我在看格力的时候呢 一方面觉得 这个做下来的经济润很高 很高 就是 但是呢一方面呢 就会觉得这企业呢 给自己买了 就是竞争对手是有机会的 然后呢就是消费者呢 是买贵了的 这两头 就是看这种企业的时候呢 要换位 从别的企业看过来呢 就是有空间 这个利润呢 非常的肥厚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 就会觉得 你如果没有特别本事 这个产品呢 没有很明显的差异的话 那你赚钱赚很了 对吧 我干嘛要捧场 对不对 这个是不同的角度了 这个赚太多了 它完全有降价空间 它也完全呢 有条件呢 用它的这个资金优势 去抢账了更多的市场 但是呢 那谁呢 瞒不过来 顾不上这些 这是他在经营上面的印象 这一点呢 它跟万科是不一样的 万科呢是 非常的谨慎的 洞察到的行业的这个 风云突变 和居安示威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 第二一个呢 我们看 万科呢 好歹呢 它是需要 去笼络一个团队 因为毕竟呢 它是没有实控人的 这样一种企业 它是靠大家大获过之死 它有点像占山为王 然后呢 需要呢 有108架 一帮兄弟们一起打天下 所以呢 它是需要有团队的 欲亮再牛 它也不敢说 它是一个人要独享 27%的股权激励 你看 格力这一次的 股权激励方案里头 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它不在价格 不在说这个股价呢 50多块钱 你这个定的是27块6毛8 不在这里 因为 股值呢 是行业的 普遍的做法 股权激励嘛 你总应该让人家买的便宜点吧 对不对 这个不是问题 它问题在哪呢 它问题呢 就在意呢 够以后的 这样的话呢 上市公司 其实成本是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对 对财务报表 多少有点影响 这是一个 这都好说 但是呢 它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 它号称是 论功行赏 就给某人 分多少 股权 期权 是根据这个人 对公司的重要性 然后来分配的 那我觉得 某人这个 拿27年级 哪里是单打独斗啊 其他的一万多人 才分多少 它最不合理的地方呢 是在这里 那就是说 某人分太多了 其他人的分太少了 所以为什么会导致呢 格力的整个管理团队 在国资退出之后 依然 让人很担心 就在这里 就是 懂 它缺乏呢 真正作为一个 统帅的 那种星雄 把利益分给大家的 那种星雄